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們一開始我跟我老婆兩個人都非常喜歡動物 那做了貓奴狗服這個品牌來販售寵物用品 一開始是在網路上面販售 那後來為了要做相關研究 我們開始做流浪動物的救援以及送養 那在這個救援跟送養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流浪動物的救援送養是沒有進到的 它數量會一直不斷不斷地產生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做中途跟送養是一個好像不那麼正確的事情 就是我想找到一個可以真正解決事情的方法 所以我就開始做流浪動物的研究 那後來在研究的過程當中我們發現 流浪動物的生成原因有兩個 分別是棄養跟流浪動物的繁殖 這兩個因素是最主要造成流浪動物的原因 所以我們才會在後續研發出 It's Too Share這個系統 It's Too Share系統來講的話 它一開始我們的設計主軸就在於 解決市主跟餵養者的經濟負擔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市主跟餵養者它要能夠覺得 我的經濟負擔真的減輕的情況下 那一定要有一個很顯著的成長 所以我們在這個系統的設計上 我們加入了一個商業模式 也就是說我們的系統設計上面 它就是一個回饋必然大於消費的一個設計 讓市主跟餵養者可以在這個系統當中 透過分享 它就可以獲得大量永久性的回饋金一直回來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有效的解決它的經濟負擔 當他們的經濟負擔都解決了之後 那麼棄養意圖自然就降低 那餵養者有這個經濟能力的情況下 我們的系統又提供了這所謂的寵物的醫療的部分 所以它就可以透過我們提供的寵物醫療服務 使用這個回饋金到動物醫院去幫這些流氧動物解渣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雙管齊下的來解決流氧動物的問題 我們在設計這個It to Share 系統的時候 我們除了針對市主跟餵養者 他們提供這樣的服務之外 要有很多人、很多的店家、很多的企業來提供這些服務 因為市主跟餵養者的立場來說 越多人提供服務給它,它越便利 因此我們在設計上面 我們就要為所有的店家去設想 包括店家會需要什麼 比如說一般的實體店家 它需要的是Post系統 購物站的部分 數位金流的部分 物流的部分 倉管、營收的部分 然後還有行銷活動的部分 我們都各建置了不同的模組 然後來提供他們使用 包括它所有的金流、物流 包括它所有的商品的設計 然後現場的實體的管理 都可以就在一兩個小時裡面完成 East2Share系統的短期目標來講 我們當然就希望讓所有的市主跟餵養者 盡可能趕快加入這個系統 因為在這個系統當中 我們可以讓它可以做到回歸大於消費 可以降低它的經濟負擔 因為寵物的相關服務它是要在地取得的 所以我們的中期目標就是要讓台灣各縣市 都能夠有East2Share系統的服務提供者 長期目標就是希望 寵物的市主跟餵養者 他都可以在這個系統裡面獲得全方位的服務 當市主跟餵養者的生活品質滿意度提升了之後 那麼氣養意圖是最低的 那麼在餵養者的結紮比例上面也會拉到最高 那麼我們就可以有效的解決流氧動物的問題 去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